大家好,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 我是用一些相对比较差的植料 然后栽种出了一盆兰花 这个兰花呢,长出了非常多的水晶根出来 那么我主要就是在它的花园基形成的时候 给它用了两次这个坏树生根粉 现在呀,这个新根水晶都非常多非常旺 那么就有花友咨询呢 自己在养护兰花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用非常好的植料栽种才行呢 其实我们可能听说过一句话 养兰呢,先养根 把根系养好了 这个兰花呀,才能够养得好 那么根系养得好的 其实关键就是在于它的这个住所 也就是植料 其实养兰花呢,植料不是越贵越好 而是一定要配比合适 配比合适之后呢 只要后期养护得当 它都是能够养得好了 那么大家看我用的这个植料呢 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山上一些普通的这个石头 然后呢,再减了一点松树皮 按照1比1的比例配置的 然后呢,养出的兰花根系呢 非常的旺 而且也没有任何烂根的现象出现 其实兰花的植料呢 配比呢,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用上一半的这个松树皮 然后再加上一半的这些颗粒石就可以了 颗粒石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石头啊 或者是植金石啊 仙土啊 这一类的颗粒石都是可以拿来配置的 其实这些植料它配置好就满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要求 就是疏松透气逆水性好 这样栽种的兰花呢 才不容易积水烂根 那么配置好的植料 后期的养护就要根据植料来判定 比如像我用的这个植料的透气逆水性是非常好 但是呢,它的饱水饱肥性呢就特别差 那么我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 浇水就比较勤 用肥呢也比较勤 一般呢,我都是给它用上这个兰科专用的有进一样液 给它喷湿或者灌根 大概呢就是10天左右给它使用一次 这样呢,我的这个兰花呀 长得了还是非常旺的 但是如果你选择用的植料 这个饱水饱肥性比较好 那么我们浇水施肥的就可以满一点 不需要那么勤 只要植料保证了这个疏松透气度 再根据植料的饱水饱肥性来适当的做好养护 然后保证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就非常简单了 所以我们在养兰花的时候呢 植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不是越贵越好 而是一定要适合兰花生长才是最为适宜的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